會吼,這隻老師剛剛說的什麼意思 比臉大隻吧 已經講過,這就給其他小朋友講了 他小朋友講了 有一隻,又有一隻 又有一隻了 大隻的 敲尋手 這個地鐵通常 不會有,剛剛有找到一隻 對啊,這個地鐵通常會 你也有找到齁 這邊還有一隻瓜尼 哇,真的齁 那這種菇佛玉啊齁 這種菇佛玉啊齁 你知道有哪一種動物喜歡吃菇佛玉的果實 山豬 為什麼 菇佛玉不釣豬 他認為好吃 他認為好吃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山豬是雜食性的動物嘛 所以聽說他很喜歡去挖他的 果實來吃 就是他那個靜來吃 說可以 可以就幫他整腸的作用 菇佛玉不釣腸嗎 所以 是因為他的植物檢整腸還是說 植物檢的樣子 因為 因為事實上齁 他們原住民去打類 沒東西吃的時候 也會吃他的菌 他們只要用水一直把它煮 煮久一點 當植物檢退掉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吃 有啦,聽說他煮七遍 要煮七遍齁 就是要煮很久 就是要煮很久 那通常他們原住民 也會在這上面 他果子成熟的時候 也會在上面射陷阱 因為有一些鳥類很喜歡吃 他的這個果實 所以我有在那個 那個山莓 就是達纳伊谷那邊 如果看他們原住民 在 在他果實成熟的時候 在上面 做一種類似鳥踏仔 這樣子 鳥過來 一踩到就會 被抓起來 這樣子 我有看過 那這種 這種姑婆玉啊 也是早期啊 就是菜市場啊 大家在賣 阿嬤的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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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些阿嬤 回去採姑婆玉給這個菜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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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說 你看我們早期啊 都是用這個姑婆玉 阿嬤